好,這是鬼粉色號 寫了兩個字,想你 這是第一次,第一次見到 真的是第一次見到寫中文的 就是我們經常能看到 就是各種寫字母的,寫數字的 然後畫圖的 但是這種寫中文的比較少 VIP11 264天,玩的時間也並不太短了 264天的話,都已經是K3來 第三賽季了 然後最終的目標可能到威士士吧 目前的話有3300戰力 並且科技到了1250萬 可以說 這個T5之前已經科技到頭了 進駐差不多也差不多了 現在的話就缺摩斯之書了 那缺了也蠻多的 這塊要缺8萬寶石 這個缺多少,這個不缺 缺點大師圖子 大概9-10萬寶石就可以升T5了 9-10萬寶石升T5 不過這個KVK3的話 他也不打架是吧 並不怎麼去打架 所以說也不是很著急 這事兒 要是你要是亂以說 付出一點勞動的話 你可以每天去打打成在 可能快一點 就是節約點寶石 所以就可以了 咱們看他的背包啥的 背包這還有一些寶石呢 離這個距離更近一點一步 可能這就是需要8萬寶石 需要三個月 就三根三張月卡是吧 四張月卡這樣 加速的話有一些 當然這個是並不夠的 因為你至少需要一個400多天加速 才能直接升到T5 所以如果按照一個賬號來說的話 那下一步的話 還是應該繼續斬寶石 下一步就繼續要升T5是吧 下一步的話 升完T5之後再去琢磨這個 裝備和英雄的事兒了 好傢伙 他是先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這些東西 就是給什麼就做什麼的 這幾個免費的是吧 衣服 手套 鞋子都是免費給我的 都做了 並且呢 騎兵 騎兵是感覺是鞋子也做了 運氣不錯啊 就兩個專屬也不錯 其他裝備沒有 兩套裝備 一對步兵一對騎兵 騎兵呢可能還是稍微差點 步兵還是不錯的 供應手這個就沒什麼必要了 全部都做的話 這個其實難度有點太高了 而且 就是以現在的趨勢來說的話 就是有點 是吧 太難了說實話 挺難的 都做的話 一會一會咱們來看 看其他的 金頭就完全就沒有了 他目前的話 培養了查理 5522 晚安是吧 拜拜 哇 培養了並不是那麼高是吧 再買每個禮包嗎 看看 每個禮包並沒有去買每個禮包 稍微保濕 被他買過了 真的是 沒想花錢啊 不行呢 還可以買月卡其他 這個東西 實話講 這個東西 這個坑有點大 就去沖這個東西的往下 坑滿大的坑 當然你買月卡可以 反正你每天買個月卡 把它弄一下 也可以把它拿出來 這卡反正也要買的 如果你要長期玩的話 其他單位我們看一看 五三大 幾乎沒有 這個幾乎沒有 李查 比較高 三個五 三個五的話 可以做一個 輔助的隊伍 對吧 這個可以做輔助隊伍吧 嗯 曹操也買了三個五 打野怪 可以 然後騎兵再當個副將 嗯 是吧 沒問題 比如說他目前的 把李松給覺醒了 我的天啊 這個 這個 這個真的大哥 這個怎麼怎麼講 就是 是不是這個 覺醒李神貴的話 還是比較貴的哈 而且他玩到現在 拿了二百多天 李神貴一個覺醒的 李查三個五 查理呢 也基本上是五五三一 所以就能說 他獲取的金頭呢 並不 並不少啊 已經獲取很多金頭了 他過去 把幾乎就是說 更多的投資 就是 給金頭就投資 給金頭就投資 是吧 更加趨向於這樣的一種 感覺 畢竟才是V11嘛 你V11 你怎麼怎麼能覺醒 就是怎麼能獲得這麼的金頭呢 代價 太多了啊 就是說 把代價放在這個 英雄上太多了 覺醒呢 確實不是什麼太好的選擇 為什麼 不是很好選擇呢 因為你的 這個級別的話 你也就是 玩點這個不覺醒的 比如說玩兩個五的 手冰 你插 兩個五行不行 插你兩個五行不行是吧 就K一兩個五 K二 加個英雄 兩三大 兩個五 二好幾年三好幾年 一樣一個五是不是 可不可以 K三 K四 新英雄 新英雄 三大將 四大將五大將 也可以兩個五啊 比如說你做兩個五是 就並不是那麼吃力的 甚至是還可以有選擇性的 多做一些英雄 但是你要做到覺醒的話 就非常吃力了 就是 太閩藏了 太閩藏了 導致什麼 導致 結果就是 看見T5的話 還沒辦法去升級 而且差距還挺大的 還差小十萬寶石 是吧 把背包用掉之後 還差小八萬寶石 八萬寶石的話 四張月卡 可能也要是 不去抽啊 不去幹嘛的話 那可能就 早就 早就是T5了 早就是T5了 那下一步幹嘛 早T5之後的話 下一步可以開始 多多裝備什麼 因為英雄剛剛說的 英雄一下 就兩個五 最多三個五 這個級別 VIP太低了嗎 人威14的 威14的 威14以上的 學醒 威12以上的 三個五 威10以上的 兩個五 是吧 這樣的話 裝備的話 這塊也是 紫色什麼行不行 紫色藍色什麼行不行 也行啊 沒問題啊 打IGG戰 你在怕啥呢 這個理查的話 IGG戰 這不能拿出來用嗎 完全可以用嗎 如果你打的話 不打就算了 打的話 這不是雙查 加上其他的 加這個 騎兵一隊 甚至說 矢城大俠帶一隊 是吧 都是可以的 反正湊五隊嘛 那現在 那以後怎麼辦呢 以後的話 做工人手 肯定是不那麼合適的 做工人手的話 你 如果不渴水晶 或者說你渴水晶的話 你也要新升到T5 啊 升到T5 其實有點這個 有點不敢燙啊 畢竟現在開始K3了 K3兩個月 兩個月 要升T5 或者三個月 要升T5 光靠月卡 不夠 還要爆肝 如果你不爆肝的話 那你就再多咳點 比如說 咳每個禮包 每個禮包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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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塊錢 一個月 900塊錢 就是 可兩個月的 1800塊錢 來緩一緩來 再做一做 除非你是這麼去想 但是我想 我想你這個號的話 可能 可能你也 你也並不想這個 繼續再可口掃錢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事來說是吧 看號的話 您可以給我們私信 就是微信 可以私信嗎 可以 可以付這個 可以掏錢 也可以白嫖 但白嫖的話 你還幫我去幹活 就這樣子 嗯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號 更加靠譜的就是 更加靠譜的一些 就是說 下一步 身體舞 然後 整個什麼 步兵的話 可以每個六塊錢 也不能太多 是吧 每個六塊錢 慢慢養成大 回頭呢 出個兩個舞的 關羽 得 他VIP是很低啊 是不高啊 他VIP不高 是因為人家 沒有那個 沒有挺箱子啊 就17個 17個 17個移兵 這個不算是 得到什麼好處吧 對不對 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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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吧 等一下 所以 嗯 就說 這個事情 他 他那個他的賬號也花了不老錢啊 他那個 積分基本都是靠到自己買的 這個積分 是不是 二二十五萬六的積分的話 那起碼他買了至少他買了十五萬吧 哦 可能至少買了 十五萬運過分了 可能至少買了十萬積分了 就至少可能 可到這個四五千塊錢的這個號 可能是可到四五千塊錢的可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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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啊 呃你威石的玩家的話 你說 養三大 養個五行不行 可以啊 你查兩個五行不行 查兩個五 這這這這 跨到跨到幾個斤頭啊 對吧 壓力沒那麼大 你看李成貴李成貴呢 李成貴你可以不養嗎 他要覺醒太貴了嗎 一個英雄相當於三四個英雄 是不是一個英雄相當於三個英雄 李成貴一個英雄等於三個英雄 你K4的話 兩個關羽啊 兩個這個 就是 比如說完騎兵的話 兩個這個什麼威靈相語的 一個李成貴等於一個關羽加威靈相語 是吧 你說多玩 多玩這個裝備跟不上 裝備跟不上的人無所謂啊 你弄紫色都行啊 你打埃及這戰 你用金色幹嘛 比如說後期的話 因為你前期 你在K1的時候 你可以打架 但是你到K2 你不太省的吧 那K3的話 就這個水平的話 打架也是有點 也是不太 不夠看了 K3 K3沒到T5 打架 確實不太夠看 對吧 到K4的話 到K4他都到不了T5 如果說只是說買 只是說 只是說 怎麼說 如果到K4是吧 只是說買月卡的話 他也到不了T5 他也到不了T5 你這個事情反正花了花了不少錢吧 但是現在的話是真的不行 現在就真的是 就是把心態放平和 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 是不是 定位搞清楚 就玩 就玩兩個5 兩個5 英雄 加上幾次裝備 就行了 那個覺醒不適合你 因為覺醒呢 是覺醒的思路是把所有的資源 集中到一個隊伍 一個隊伍呢 有優勢 然後你去打架 然後你OK 但是現在打架的門檻太高了 第一是T5 第二呢 要渴水晶 第三呢 裝備的還不錯 VIP的還不錯 現在你的VIP V11 V11時間太低了 起碼也是V14 是吧 然後這個T5 距離T5呢 還差8萬寶石 至少8萬寶石至少 那你這個裝 裝備什麼的呢 也是一般吧 就各方面都不太具備這個東西 而且還要花錢去買酒精打架 所以我覺得 還不如乾脆就是 不如乾脆就是這個 就很簡單的就是 真正地 打打這個副本 比如打打IG戰什麼的 那玩兒 你弄紙裝也行 弄藍色裝備也行 英雄兩個5 就已經發揮了 英雄什麼特性什麼 什麼特點兩個5 就已經發揮了 你不說你就行 你看你的威力特別大 反正打架到這個戰術很高嘛 目前這個賬號 我的看法是只能這個方向去走 至於VIP的話 真的不算重要 這個真的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啊 比如說你買VIP 25萬 35萬 還差10萬 你拿10萬寶石買VIP了 好 那麼問題是10萬寶石 這價值多少東西呢 這幾個金頭啊 10萬寶石 就是你賣 10萬寶石你不買VIP 你賣別的東西 你買多少個金頭 對吧 你去抽鑽盤 抽鑽盤是 700寶石到800寶石 一個金頭 10萬寶石 100多個啊 是不是100多個啊 而且還帶很多其他東西 加速啊 很多東西的 你當然勤氣而用 扣氣稍微差點 也就是說你買VIP的話 你至少要過150天才能回本 但是你這個號 你不買VIP 你過150天 150天之後的話 還差多少 150天之後 基本也是到了 所以你買不買 我覺得都一樣了 對不對 你買的話 是不是至少至少150天回本 你不買的話 150天之後 你能不能到V12 差不多了吧 可是這東西 今天是沒有必要 買V10是可以的 買V12 這個算法就很離譜了 文明的話 換成德國吧 招部隊招多領 是吧 能多就多領吧 多可能比少要好 然後部隊盡量集中 你招部兵多招部兵 加速成給部兵 是吧 就是一個兵種 大於其他兵種 其他就沒有了 那K3的話 就是買月卡 慢慢去買東西 有心情 還有什麼細節的問題呢 可以跟我們視線 這是 這玩家還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 核心玩家 手裡頭 還有很多的寶石 是吧 200萬寶石 這 實話講 現在的作用 不是特別大 因為這 真不太記了 寶石也花不出去 買那個 裝備的話很慢 至於 登附到集的話 現在好像 都不是特別那個什麼 好我們看他 這個頻數 570天 這是一個老耗了 就是一天都沒有放棄登陸 是吧 就一直登陸的 1.87億的 戰力 多少 K3和平結束 是吧 和平和平 沒有這個陣容 咱們看他的 包裹 加速不算特別多 當然了現在這個皮膚都不是特別好 倒是無所謂 就是補充戰損的話 這也夠 2個億以上呢 就已經比較安全了 就是安全性 問題不大了 材料的話非常多 這也一直在買材料應該是 就長期買 是吧 買那個 正裝 非常多 這麼多的還是比較少的 紙裝的話更是數不清楚的 大概700塊錢 目前呢 做了 騎兵的 殺兵的這一套 然後 復兵的話 這裡看了算是 做了四個頭盔 三個盾牌 大概騎的話 應該是有三到四套的樣子 供應所也做了 那就基本上這個也快騎了 這一套 暫停又出是吧 那肯定馬上就直接騎了就 之前的話 到過征服賽季做戒者 這都做過了 又重新 轉過來打的 比如說裝備這話呢 這個玩家的實力的話 應該是非常強了 五套裝備就毫無問題 這甚至都是五套都要出專屬了 是吧 這屬於是高級號了 至於說 這些裝飾品的專屬呢 可能還需要點韌氣 是吧 看下面啊 圖子就不用說了 有寶石的情況下 圖子也不會特別缺 因為後續 還可以繼續每次都抽這完事了 本身寶石現在也沒有地方去 去使用嘛 抽英雄的話 英雄沒有那麼多英雄給你抽 是吧 這也就真是非常富裕 移民也很富裕 可以挑一個不錯的區 如果K4的話 這種賬號的話 應該是去 應該是去那個什麼 是吧 不玩了 現在就剩下你了 現在這種賬號的話 應該是去A組啊 去A組 去登峰啊 登峰現在不給好東西啊 就是登峰到級 給的皮膚 應該這次可能是給的是 八個 八個生命值的群皮膚 不過作用吧 當然是不大了 作用 就作用 應該沒什麼 沒什麼作用 你這個 增幅RG打架的話 應該是不如五個技能傷害 就還是不如一個落 如果開車的話 那八個屬性肯定是不如 是吧 不如十個屬性和十五個屬性 是這樣子的 目前是這樣子的 就是已知的信息是八個 八個生命的群皮膚 目前這樣 除非給 不會給十五個屬性的皮膚 給十五個屬性 或者是給八個屬性的 激能傷害皮膚 除非是這樣子 不然的話 這個目前來說 暫時用不上 其他的 金頭 金頭肯定充足了 因為 就是這個殼度的話 是沒有任何問題 他想 想把幾個英雄 就是說 鋁魚兵的話 就把整個一到五代將 就是三到五代將 是吧 就是 步兵 級兵 攻擊手 領袖 鋁魚兵的話 大概其實需要兩個月 那兩個月後的話 金頭 不得起碼 兩千五六的金頭 是吧 所以 包括你去抽 抽英雄 寶石也有 這一抽的話 總之就是 英雄和裝備呢 目前都 並不怎麼缺 戰力呢 也能拉到兩個億以下 所以還是 就是 唯一的問題就是 第一是皮膚 第二是 裝飾品的專屬 可能會 就是 稍微要差一點點是吧 就是說 跟 非要說跟其他玩家的一個 跟老玩家的對比的話 跟一直在這個 增胎一季的玩家 的對比 就是差這些東西了 其他的不差 好 我們看他目前呢 手裡的卡 嗯 那前面的幾個 這樣都 基本點滿了 新的話 一點了 一點一堆步兵了 就是 關羽加斯巴達 點了一堆了 李遜程也有 嗯 其實這個確實是必須的 現在 守成的話 當個副將挺好的 其他的卡呢 目前點了嗎 嗯 威嚴也有了 這個 攻擊手的話 攻擊手主要 目前就一套裝備 是吧 第二套還沒湊齊呢 嗯 當然可以湊第二套 兩兩對攻擊手 啊 然後兩對步兵 一對領袖 是吧 再來一到兩對騎兵 這個 那是可以的 就可以湊出七對 是吧 那就是 可以再來一下 如果有的話 嗯 現在來說 徵帥技 如果說這種 出五對出七對的話 也看路前的話 就是紫色 啊 紫色紫端都行 金色也行 專屬 全部專屬呢 暫時來說 好像 沒什麼太大必要性 就車就是 開車的時候 也不可以了 後面再翻的話 五天安心拉也做了 只不過 只是抽出來 沒有覺醒出來 都是抽出來 看來 嗯 也是在徵帥技 也帶來一段時間的 這個 五天安心拉 要不要做呢 五天安心拉 嗯 你要想 你要喜歡打人的話 可以做 就喜歡說 去親玩家 是吧 就親你玩家的話 可以考慮做一下 嗯 不親你玩家的話 就算了 沒必要了 就是 像個威牛 嗯 更好一些 沒必要了 不想說 是吧 那就不做了啊 不做 因為確實 確實 嗯 不親你玩 就不打那些小玩家的話 就沒必要了 是吧 說白了就是 說白了就專門打了一些 專門打了一些 一個億以下 或者一個億左右 然後呢 咳水晶咳得不多的玩家啊 專門打 打這個的 這樣把你集結的話 那當然 也不是很合適啊 啊 那現在的話呢 嗯 哈拉爾可以做啊 哈拉爾 是吧 可以做 然後騎兵這塊的話 威寧向女 可以做 公領手的話 離不甲 也可以做啊 然後新出的五代 五代公領手 也可以做 那珍貴來說 手裡這些金頭啊 這些卡的話 都可以做 而且也都做得出來 就說 嗯 就從時間上 從這方面是吧 都做得出來 也不太耽誤你去 培養這個六代將 嗯 就是五平安拉不做嘛 這個確實不做 嗯 然後其他那個騎兵 騎兵的 騎兵的住房車頭呢 那個可以不用做 是吧 呃 至於步兵的住房車頭做不做啊 我覺得 都這個時候 有需要做一下 沒事就不做了吧 你要做的話 反正拿到手了 隨時可以做出來 金頭也比較多 嗯 整個帳號的方向的話 即便是目前不可金啊 就是目前 除了水晶啊 就是說除了水晶之外 嗯 就目前不可金的話 200多萬寶石 只拿來抽英雄 只拿來買裝備活動的話 啊 因為這個材料現在已經真的是非常充足了 就這個材料啊 已經非常充足了 你一個你要一個賽季 你也畫不了幾個圖紙 只要是 嗯 看一下這邊嘛 有撩倒 是吧 啊這個 導寶啊 導寶 嗯這個有的話 就是實話講 是吧 就就 嗯 就就是說 反正是材料這塊啊 也是用不完了 真是用不完了 嗯 就送你了 每次抽的話 也抽到一些 是吧 最多最多 就是vip18上去你的那個精材料 還買一下 不過我覺得現在不用買了 因為現在真的是 太過於充足了 7多都能抽出來的 呃 金頭的話剛剛也也算了是吧 怎麼算啊 這個 嗯 無論怎麼去算 這也是夠的 就是從 現在 到 把那個英雄全部能玩啊 就是你到增幅才季的話 第一個可能是領袖是吧 領袖 然後步兵 騎兵步兵 公兵手領袖 然後出六代將啊 那五代將 五代將 還有 還有五 還有五爐 五爐的話就是 嗯 相當於是兩個半月 是不是 兩個半月的話 那你這個 金頭方面 真的是一點都不缺啊 兩個半月 嗯 五爐的話 你每每次抽一點的話 嗯 總之就是200萬寶石 如果不拿著爆兵的話 當然這個 包含你去買加速 就是 雙鏡的加速繼續買 是吧 繼續囤著 這次的八個屬性的生命值 並不並不怎麼重要 那下次 就是給15個屬性的生命值 或者是給8個屬性的 這個技能傷害呢 是吧 啊這個還是可以的 就最方便的話 所以買加速 買材料 抽裝備啊 去抽英雄的情況下 最起碼最起碼 可能到秋天是吧 到八九月份 然後九月份 九月份 啊九月份才能把寶石用完 去看這個情況的話 因為確實 就是非常富裕 確實 甚至說 就現在這個情況的話 到商店去買材料 都沒什麼必要了 就是買這個材料去吧 我的看法是 真的是沒什麼太大必要了 就目前 嗯 你的這個圖紙的兌換速度啊 跟這個相比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必要性了 加上這 加上這個兩個半月啊 兩個半月的時間 去做火電池吧 因為沒材料 當然加速這個是要買的 這個是可以繼續囤的 嗯 其他的 繼續囤加速 沒有任何的問題 嗯 然後磕金的話 就磕水金吧 加速我看有沒多少 嗯 現在征服來機 他是他是這樣的 就是說 上一次的話 那個15個屬性的奇兵皮膚呢 大概起三四千萬積分 就都有了 但是 再往上一次的話 嗯 那個8個屬性的防御皮膚呢 都是五六千萬積分是吧 那如果 假設說 出好的 就是出 大家想要的東西啊 比如說 出個8個點的機靈傷害啊 或者說出10個點 或者說15個點的生命是吧 出這種的 我感覺可能得要 啊 就是得要這個 嗯 120 15年的加速 可能得要 當然不一定啊 就看各個區域附近的實力了 什麼 這是多少區我們看 怎麼看見啊 因為現在都都囤著了 都囤著了 本身很多這個躍躍欲似的都囤著了 297區 297區 297區附近 好像沒有太強的區啊 啊 是吧 嗯 好 整個號呢 大概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吧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完美了啊 就看一下這個部隊吧 部隊的話它基本上全都是堆到步兵上面了 那堆到步兵上面的話 嗯 那步兵的資多比啊 看來還是要做一個做一個了是吧 就步兵太步兵非常多 嗯 其他的就無所謂了 那步兵再堆多點了 就是更更集中一點了 嗯 十公公兵手一百多萬也都用了 嗯 好吧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他可以就是 追求給我們私信就行了 對吧 我怎麼感覺這個號 這個號已經失去目標了 這個號 就這個號的是吧 失去目標了 你說打這個 打這個提琴亮 啊 打提琴亮吧 打提琴亮的話 你現在你可以預 你可以預期的是 六代降 是在七八月份才出 是吧 就不需要你再去整很多金頭 這個也太太也夠了 他不需要你說你提琴再買多少金頭 對吧 然後裝備裝備這一塊的話 裝備這一塊也是一樣的 裝備這一塊這個材料的話 以你去換這個 比如說兩個半月的話 就就就一個一個K4 一個K4的話 你換圖紙 你也換不了幾個圖紙 啊就是 平時你也要抽好幾次裝備活動 所以說材料呢 也就實話講 也不也不是特別能用得出去 就是 你這個速度的話 是目前是這樣的 嗯 打提琴亮呢 就更加沒有什麼提琴亮了 因為這個下一步就是做裝備覺醒 裝備覺醒這個事兒的話 我們估計會要開通這個科金的渠道 所以你可以等一等 是吧 你現在可以布可以等一下 如果出那個裝備科金 裝備覺醒的科金禮包的話 可以買點 那個屬於是新的賽道 是吧 可以買點 屋形的賽道的話 基本上只能是交給雌金了 用那些裝飾品像專屬的話 可能靠潤氣 是吧 你就可以買了 那你下次還要 就是說一個賽季 也不能說一直買 是吧 它還是需要實力 需要潤氣的 就是幾方面來說的話 然後至於皮膚的話呢 最近確實應該是 沒什麼太好的皮膚 就最近了 好吧 這個號 大家一起我們就分析到這裡了 然後那幾個裝備覺醒的話 誰你覺醒 你要說哪個開車是吧 哪個隊伍開車 你就覺醒哪個 因為那個裝備石頭 以後不會缺的 絕對不會缺的 絕對不可能 就給你這幾個 然後一個賽季給你兩三個是吧 這想的 這想的都不可能 不得 像你那種隊伍的話 七個隊伍的話 不得賣給你三四十個裝備石頭 當然什麼方式賣不知道 可能總歸是要賣的 是吧 所以也不用 我覺得也 也無所謂 可能兩個多月之後 就該賣了 看號 這個號是5260萬 VIP12 454天了 VIP這個事兒呢 就不用管了 是吧 就肯定是 最終目標呼吸器 當然還需要你時間 很久了 沒寶石 只有7400寶石 K2 27天 這一波 集體移民 是吧 挺好 挺好 震王 有沒有多少 就是一零點個 打的不是很激烈 這時候 很失望 其他的物質 寶石的話 不是特別多 一定有 加速 補充它占選 差不多 但別的事兒也幹不了 箱子呢 挺的也不是很多 32個 相對來說 這個號還是花了錢 是吧 這號 挺箱子 還挺32個 大概結 怎麼著的 可能也課了 兩三千塊錢 三四千塊錢 也課了些錢 好 看配角 果然 果然是科技玩家 你成為學醒了 也學醒了 也學醒了 然後這裡的話 查理也學醒了 還有其他可能 看一下 呂布 呂布都是自己 呂布也培養一下 當然現在也沒什麼用啊 現在 真是 換一下 嗯 沙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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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了 藍色的 一套 比較豪華的 套裝 好傢伙啊 搞套裝 還行是吧 這整體來說還不錯 那這還差一件啊 再來一件就齊活了 整一件 這個其實可以換成 當然不換一次 不換就是全部加輸出了 加攻擊了是吧 整一件 不夠了 比如說 也主要是以一隊步兵為主 其他的呢 就都很 就很 很差了 就是一隊步兵 還有攻擊手 啊 攻擊手也做了一隊 就是擠裝了 沒有太多東西 金筒呢 175個 這也是比較 比較 比較貧窮啊 是不是之前這個號 打算一直玩K2K3的 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還要打K4 這個號給了感覺 就是感覺是吧 把它一直打K2K3 從來沒想過打K4的 所以現在看上去比較尷尬 你現在這個情況 這個 後面怎麼走啊 後面 一隊步兵手 一隊步兵 可以 沒問題 步兵的話缺一件 花點寶石 斬點寶石 整一件 與其活 整個 那就有個分支路線啊 整關羽 你就是個炮灰 雅里山大在關羽 是吧 VIP也不特別高 就是這個嘛 就是這種這種的VIP V12 水晶的話 估計也不會渴太多水晶 比如花錢玩水晶 也不是很多 那就是個炮灰的嘛 關羽 關羽給敵人沉沒 雅里山大給自己 隊友呢 套這個護盾 緊傷 然後你自己的隊伍呢 吸收傷害 是吧 幫工會吸收傷害 幫工會 壓制敵人 幫工會 保存自己 全輔助 就是個輔助隊的啊 就是玩關羽 輔助隊 如果你玩哈塔爾 跟那個雅里山大 你可以偷襲一下 就是你可以 靈活的去打架 就是躲城裡 是吧 躲到城市裡頭 躲著 路過 沒血的 摸一下 運氣好 那個暴擊 兩條路 走哪條 你自己 捉摸一下 是給工會當炮灰 還是你自己 打一擊 當然啦 你說打一擊戰的話 還打一擊的話呢 你可以多弄一些 有兩個五的關羽 是吧 搞要 要不要要 什麼向羽威靈 兩個五的 要不要 你要 金頭 金頭差不多也夠了 畢竟 不那麼貴嘛 是吧 畢竟 一個兩個五的才有180個金頭 講到K4的話 整兩個個英雄 大概其實還是能湊得出來的 離不甲 兩個五行不行 行 都行 是吧 那奇兵 那這個攻擊手這塊的話 我覺得都無所謂了 你弄不弄 你弄不弄離不甲 問題都不大 你就是來個李承貴帶個艾瑟爾東西 出來了 因為你這個不可水晶的話 你離不甲 到底在李承貴 那那也是 這家這些紙裝是吧 這個裝備水平也不是很高 比較低的情況下 還是打一擊戰吧 打一擊的話 那你 對吧 可能說新英雄都不需要 就已經 已經就夠用了 已經就能 已經自能起來了 甚至說兩個五的這個三炮 加李承貴 都行 以前會當主將是吧 都行 所以說一隊步兵一隊攻擊手 攻擊手呢 打打輔助 打打二擊一擊戰 是可以的 步兵這塊呢 你可以打輔助 你可以打輔助 也可以打輔助 但是呢 打不了傷害 畢竟這個底子太薄了 是吧 就非常 就是 玩家的實力並不怎麼強 底子很高 皮膚 步兵一下攻擊手5呢 可以 對攻擊力也行 是不是 全對攻擊行不行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那樣的話 你就真的是加整 娃娃娜爾 全對攻擊力 全對這個生命值是吧 你就是 當個這個 就是當個炮灰還行 當炮灰不錯 嗯 我覺得都差不多 這個 天賦什麼的 數量又不大 是吧 這無非就是 隨行都進的那些 我覺得你 女神貴丹 主將也沒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了 嗯好吧 不對我們看 不對的話 這個真的 不對 這這三十多萬的 醫院的容量 那應該問題不大了 有三十多萬醫院的容量 就是 普通了吧 斬不斬也斬不起來 被人清零一下 問題也不大 女神貴丹 被人清零 被人清零問題不大 他這個對防疫啊 他這個他這怎麼對防疫啊 他對外防疫啊 裝備都已經做好了 裝備已經做好了 這這覺醒是吧 你這個都給了給了是吧 這這個真的有什麼防疫啊 已經做做做做做這個樣子了 趕緊做個四面套 做四面套的 把鞋子換了 做個四面套 就齊活了 你這個褲子呢 褲子本身加生命值的呀 褲子沒有必要去換 衣服呢 不換衣服呢就是加攻擊力 換衣服呢加防御 換衣服呢加防御 換不換 也沒什麼必要 反正當炮灰的話 就那樣子了 就比如說你的 矮城大加個關羽的話 然後不怎麼渴水晶的話 渴三重環境的水晶是吧 就這個組合 這就是個炮灰嗎 這這不就是個炮灰嗎 就是犧牲自己吧 犧牲自己 犧牲自己 成全你的這個工會 是吧 挺好挺好挺好 非常好 說他廢了這個真的不至於 這不少了呀 這還少 這少嗎 不少啊 這玩兒貴呀 是吧 盾牌貴呀 這還幾件 然後這還有一身 這不少了 這哪少了 這個東西 你數數吧 你頂數吧 一個普通玩 玩家沒有怎麼沒有沒有特意的 買過這個殘料的話 就這個水平了 你把這個金的拆了 把這個幾個金的換成紙的 換成紙加藍了 弄一弄弄啊 不就是差不多三套紙裝嗎 是不是 就是三套紙裝 差不多啊 呃 多少天啊 他這個是很很很 450多天 這時間還不是特別長的 對吧 你不說450多天了 你是500天以上 這個裝備 它也是正常的呀 如果你不在裝備上 就不在裝備上花很多錢的話 是不是 這很正常 就是 移民的話 你沒有機會嘛 移民 你不是想移民 又移民是吧 想移民這個 沒什麼機會 移民的成本 也並不太低 在移民店 在東西 這事兒也挺費勁的 就只能說 打中拔還記啊 安安新興打中拔還記 安安新興的 安安新興的就是 對吧 就是 打輔助就打輔助 不願意打輔助啊 就對攻擊 對移動速度 趴那兒加了安安安大 去打個游擊隊 挺好的 嗯 沒問題 最后我們就看這個吧 我覺得 還是玩得 玩得好啊 好的 來看一下這個裝備 就是 裝備覺醒之後的話 那些裝備部件 他們的價值 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是吧 首先的話呢 這裡他 K1到 K1到這個 K1到這個 K3 增長的不多 主要針對的是 車頭 並不是 123 這樣的關係 不要搞錯啊 比如說你在 K1 你長一個 原本的 屬性 是不是 那麼實際的話 在K1 可能不到百分百的加成 比如說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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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加4 5 像這麼一個概念 就是看上去是加2 其實是加4.5 就是跟這個 比起來的話 是這樣的概念 那麼到了這個增幅才劑呢 就更多了是吧 到增幅才劑的話 就相當於什麼意思 相當於是增幅才劑的加成比例更高 因為有水晶科技了嘛 就是對你的技術水晶精加成 所以說就有可能直接啊 如果再出個專屬 是不是啊 就是你專屬了 那麼它不是加30加4 加4的話 你乘一個2.5倍 就等於是加了10點生命值覺醒 是吧 覺醒啊 再加10點生命值 這個影響就更加擴大了 這樣說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這屬於是 這個屬於是進一步擴大啊 那跟這個 跟直接加屬性比的話 就是比如說 奇名生命值要1%是吧 跟這種直接加屬性 做比較的話 是怎麼樣的呢 應該是比它要稍微高一點點啊 因為它這個是基礎 按這個基礎屬性去看的嘛 基礎屬性 200左右 所以你去看的話呢 大概其實是比這個 就是比如說你正常的話 加1%的話 是不是2啊 是吧 是不是2點屬 2點防禦 比如加1%的防禦力的話 2點防禦力 當然你T5加了多一點是吧 T4少一點這樣子的 那所以怎麼說就是說 你去把它兌換過來 就是純把它調換過來 折算過來 最終的話 大概起 哇 K1的影響就非常小 K1甚至說 沒什麼太多影響 效果 是不是 你加個1.6 1點幾的 你還可能還趕不上這個1%呢 只不如1%呢 比如說在K1的話 你這個效果 是不是 你效果 你覺醒了 加1點 那還不到1%呢 不到這個生命加1% 不到這個效果 對吧 但是你到K3呢 它就不止這個3%了 可能5% 4% 5% 就這個就是說 它是有些有些變化的 讓你搞了一個這個數學遊戲 是吧 大概其實是這個意思 搞了個數學遊戲 但是 整體來講的話 還是 對於所有的裝備 進行了一下這個洗牌 就說裝備的價值呢 價格呢 也確實都不太一樣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平衡的裝備 鞋子 這個鞋子 是不是突然感覺變好了 這個鞋子 給3代基礎生命值 這平民玩家 都需要啊 步兵是吧 就是這個感覺 突然變得 突然變得就不錯了 就不那麼 不那麼不受代勁了 反正現在 你套裝不套裝呢 你湊不齊湊不齊了 那你湊齊更好啊 你湊不齊的話 也有三個生命值的一個 一個補充 確實是 更有價值 因為之前的話 鞋子的價值其實不太高 是吧 因為那個紫色的 也能差不太多了 紫色加的是吧 專屬啊什麼的 可能是金色的鞋子的現在比 之前是很一般的啊 現在如果不做 如果不做套裝的話 甚至都不做這個 需要的歸途 是吧 就沒什麼價值 但是現在的話呢 如果說 能覺醒的話 就不錯了 這麼珍貴的覺醒的機會 給這個破鞋子 哦 那不是普通玩家 就沒別的嗎 是吧 普通玩家你四個部位 四個部位的話 你要玩步兵的話 這個鞋子 是個免費的 然後這個褲子 是免費的 給生命值加成是不是 這個褲子也挺好 然後給一個斗篷 這個免費的 給防律加成 我覺得都是普通玩家 需要的呀 就是 就是那些 比較底層玩家 都需要的是吧 就這幾個東西嘛 給你幾個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 你就是 找個 裝飾品的 像不動 你裝飾品呀 圖紙是姓詞的 材料也有姓詞的 材料 你都玩到三百多天了 玩到真發季了 裝飾品呢 也不在話下 再給你三個 生命值加成 也就是說 如果是步兵的 平民的話 你拿到這些破裝備 它的 給你的這個覺醒的屬性 基本全在生命值之上 是吧 是不是全在生命值之上 基本上 那你說這個什麼 部隊生命值高啊 法國的生命值高領 是吧 法國生命值高 羅馬的是 羅馬還是防禦高領 羅馬啊 防禦高領 所以你選法國 行不行啊 法國 法國再加3%的生命值呢 是吧 如果沒有機動性的話 如果你本身 就已經上市了機動性 本身也沒打算去 開放你的機動性 就是屬於什麼 也屬於是 本身你也沒有 沒有資格去做 做這個套裝 是不是 這個步兵套裝 能做嗎 這不是試鏡套 給移動速度嗎 是吧 亞里山大有移動速度 什麼都有移動速度嗎 你連這個套裝都做不起的話 那你的選擇就是 乾脆就不要機動性了 我們就不要那個 羅馬的5%的移動速度了 那個都不要了 就是法國 就堆生命值得了 僅少一點點的戰術 然後法國節約加速是吧 你就假裝自己是VIP15 不就成事了嗎 你就法國加上這幾個 免費的套件 直接你就變成這個 這是V15了是吧 是 就非常不錯 然後至於說 就至於說普通的這個步兵玩家的話 就是會用套裝對不對 還是會用套裝的 會用套裝的話呢 那當然是優心去給這些裝飾品吧 對吧 你做哪個了 做哪個 反正裝飾品的生命值呢 這都是需要的 至於說堆攻擊屬性的話 堆攻擊 因為這個頭和 這個腦袋和這個武器 是有單獨的是吧 是進一步又加強了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進一步又加強的話 堆攻擊行不行堆攻擊啊 堆攻擊的話 我覺得也只適合一小搓人 有套裝 試鏡套 有移動速度 然後呢 這個是吧 高攻擊的 啊 移動速度的基礎上 在堆領攻擊啥的 行不行呢 也不是不行 你就 打遊遊機就行了唄 堆這麼高攻擊 專打殘血沒血的 專打那些 哇 就是不太行的 是吧 能理解吧 專打那些比較弱的 專門去撿便宜 專門撿便宜啊 拿那個亞利桑大加哈勒爾 撿便宜 摸一下 任期好 跳兩個大紅樹枝 專打了是吧 多攻擊 可以啊 那你正常的話 正常的話呢 我覺得收益 好像不那麼高 是吧 收益你得搞這個 堆防禦的了 就是手棚啊 這些東西 都是 就目前來看 就算還是 非常不錯的 就堆防禦的了 不過 不過好像 六代步兵啊 六代步兵啊 六代步兵現在 不是特別 不是特別了解 了解的 不是特別多 只是 簡單的 看了一下 就是現在有 國際服務已經是 搞起來了嘛 是吧 發了一些這個視頻啥的 簡單的看了一下 但是 看的不特別多 六代步兵的話 而且還早 對目前來說還比較早 這種體系一定會繼續 一定會繼續去發展的 就是你的隊伍的一個使用的話 就那幾個類型 就是吧 總共就是幾個類型 一定會繼續發展的 這個思路是不必的嘛 會有新的單位去代替 舊單位嘛 這沒什麼問題啊 然後整體來說的話呢 還是覺得 對生命值比較合適吧 因為對攻擊的話 性價比確實不太高 就是說如果除了偷襲之外 偷襲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 沒什麼太大損失 不過損失非常小 因為你也不吃別人的技能 不吃別人的技能傷害 是吧 你就吃零反擊傷害 它是可以的啊 是這麼樣的 嗯 好 就是說 我們再去看啊 再去說這個 騎兵這一塊的話呢 是有 也是給了一些這種 是吧 給了一些什麼 相當於是 相活動 零明灰劍 感覺這個東西突然就香了 這東西突然就牛逼的啊 突然就 生命值12 又壓基礎生命 這也是K4 真部賽季啊 一到三次 真的 關係不大 是你沒有軍裝照樣玩 你不覺醒無所謂 所以一到三次 我覺得影響很小 非常小 四次 影響比較大 嗯 那這個效果更加 更加這個 更加OK了啊 特別 特別適合混戰的是吧 去輸出混戰 行不行 可以 威靈向雨 輸出混戰 你也要 你也要癌傷害的嘛 癌傷害的 壓生命值 再好不過了 這個就突然就是 性價比特別高了 免費 免費的家伙事啊 紫妝淘汰了 對 紫妝現在真的是淘汰了 有人說 對紫妝影響不大 這個影響真的很大 好吧 這個影響真的很大 真的特別大 啊 這裡加3% 你專屬 百分之 哦 不是百分之三 加3是吧 你專屬 加4 加4的話 它相當於 可能相當於6%的生命值 就是說你要把它換算過來 折算過來是吧 可能相當於6%的生命值 那你6%的生命值 這個 這個 這個叫不大嘛 這個挺大的 這玩兒 這玩兒是不是 這玩兒是不是挺大的 這玩兒 啊 你一個6% 你 一個英雄八個部件呢 是吧 六個身上 六件套 加兩個裝置品 啊 八八六十四 是不是 八八六十四 一下子給你多了 六十四個屬性 如果把它折算成百分比的話 六十四個屬性 當然那個K1 啊 K1就沒那麼多是吧 K1也就百分之十幾 百分之十幾啊 K2的話 可能百分之三四十 可能百分之三十二十 二三十是吧 到了K4也百分之六十多了 嘛 有這麼大 有這麼大啊 這道理 這道理很簡單嘛 你覺醒 你覺醒 你專屬的話 是不是加四個生命值 基礎加四個生命值 對不對 好 你的加成嗎 你基礎加四 它實際加了四個四 四四個生命值嗎 實際加了四個四 幾乎接近十個生命值 對不對 四乘以二零五 就是你 比如說生命值 你堆到百分之一百五了 你生命值堆到百分之一百五的話 是不是 你看看加的是四 十加的是十 十的話 十把它折算成百分比的話 多少 百分之七八吧 這才不只十是吧 這才不只十 啊 就是百分之五六 嗯 它得百分之五六了吧 是不是 你得六八四 你六八四百八 六八四十八 四十八五五十個屬性 有的玩家那個車頭更高 是不是車頭的屬性更高 結合水晶科技之後 那個屬性更高 也就是說 這就是個就是個數學題啊 比如四濟兵的話 它是二百左右的 二百左右的技術屬性 所以我正常加百分之一的屬性的話 加的是兩個屬性 對吧 是不是 我加百分之一 加兩個屬性 啊 呃 然後我那個 呃 覺醒呢 加四個屬性 相當於百分之二 是不是 是不是相當於百分之二 但是但是 我 我這個技術屬性 會得到科技 水晶 裝備 文明 英雄的加成 加完之後呢 從百分之二 翻 翻一倍夠嗎 翻一倍不夠啊 百分之四夠嗎 不是不夠 我給你百分之六了 那你翻兩倍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的話 是不是相當於一件裝備 這個幹上去百分之六的一個屬性 啊 因為你可以你你可以四的話 你翻的高啊 你是不是翻的很高 K4翻的很高 你K1翻的不高啊 K1大家都科技的很低 大家音效都很低 所以說 比如說那你就 就很就很大跨是吧 是不是 是不是K1就很大跨 但是你到K4的話 水晶科技各方面屬性 是不是 是不是加的非常高了 啊 說你這玩你你把 當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 去看待的話 我覺得是毫無問題的 那你就這個加成的話 是不是就非常厲害了 這個比例就 這個比例就 也在這門檻 對呀 就說以後的話 啊以後 剛剛說了是吧 剛才說得很清楚了 你你要小微可不可金的 不搞裝備的 給你那幾年免費裝備 全是加生命值的 你步兵玩羅把都不用玩了 就玩法國 狂堆生命值當炮灰 就是一個當炮灰的一個 一個那個 一個定位是吧 你拿了拿個什麼 整個什麼這個關羽啊 過去丟兩個沉墨 哎挺 哎挺好啊 那兩個沉墨這事兒也挺好 是吧你衝上去丟個沉墨 然後呢 你封上對生命值 因為給你的都是都是生命值的嘛 是不是 給你免費的卡 是不是都是對生命值的 攻擊手騎兵 那個步兵是吧 這個是免費的 背血戰士免費的吧 這娃免費的吧 這個破鞋子 免費的吧 對生命值的 這好不好呢 這東西 好不好 挺好 挺好 對防禦的 包括暗影軍團是吧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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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對防禦的 這是好東西啊 銀河自魂好不好 哎好好好 所以說 平民 給你這些免費的徒子 全是堆生命堆防禦的 你就衝上去 衝上去 就是 就是送死就可以了 送死的時候呢 你丟幾個這個 輔助技能是吧 雖然你說 你打傷害也不行 你打傷害你 你當然是 你水晶科技都沒有 你當然不行啊 但是 丟輔助都是一樣的呀 你水晶科技 你又不加你的輔助能力 你埃塞爾 該該削該這個壓制壓制是不是 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什麼軍心砍金是吧 該給效果給效果 你這個 你查 該給人 警術該給人效果給人效果 這不是 這不是挺好的嗎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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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這個一套白板的話 就比職人才到 而且就是散勁 破散勁 都行 就是鼓勵 平民 把這些破散勁 全部給做出來 目前的話 就是 就是 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 整體的一個情況 就是很明白了嘛 過去 給你發的那些散勁 全都是幾個 武器沒給你發了吧 武器 武器加工機的是吧 沒給你發 手套給你發了嗎 手套好像也 好像也沒怎麼發手套 加工機的 就是給你發 發衣服了 發褲子了 發鞋子了 然後呢 免費的圖子呢 給你發 發手勢了 這這四個 正好四個覺醒寶石 你把四個覺醒寶石 給他一弄 就完事了 對不對 大概其實是這個意思吧 這個定位 我覺得定位很清晰 定位又清晰又明確 重返不讓播 重返帝國操管不讓播 操管說 玩萬國劇情的玩家多的是 是吧 比重返就是 反正多的是 有的是 你能理解嗎 就不讓播 效果重 萬 是越 野戰是 越肉 越好 這個一點都沒有錯 但是你一個平民 你不可水晶 你去野戰 你能奪肉啊 你能幹嗎 你能 你能擔當這個輸出的任務嗎 你最多擔當一下輔助的任務 反正你那些效果 埃塞爾的效果呢 你大哥放也是放 平民放 也一樣不打折扣 是吧 你關羽的沉默效果 大哥也是一樣放 平民也是一樣放 也不打折扣 難道說平民放關羽 他少一秒 少一秒沉默嗎 是吧 你就傷害了 傷害就算了 反正你就是衝上去 輔助一下 然後被打死 你當你生命值比較高 你損失稍微小一點 所以說你就專門學習 好不好 挺好的 照顧平民是吧 照顧平民這個路都給你鋪好了 都給你 這些免費的傢伙都給你搞好了 四個部位 手勢 鞋子 褲子 衣服 是吧 四個部位加防禦加生命值 都給你安排好了 然後你就是玩就可以了 至於大哥 大哥 從一開始就有這個 從一開始就有這個 就有這個遊戲內容 是吧 你不知道的話 為什麼送你那些破爛不見 群送的就是 加生命 加防禦的 我感覺就是 完全就是 齊心就規劃好的 規劃好的 但是問題是 平民亂義去送死吧 就是平民亂義去 犧牲自己 照亮大家 是吧 帶個什麼 埃歇爾 帶個什麼軍心坦丁 帶個什麼亞歷山大 帶什麼理查 帶什麼 甚至帶貞德 是吧 帶什麼花木蘭 那個 平民 平民該該 這這這這 就這麼去 這麼該去犧牲自我嗎 這麼有犧牲精神嗎 嘿 感覺太理想化了啊 性壓比就該被淘汰 嗯 性壓比被淘汰 對戰隊女的角度來說 是沒有問題的 就在你的角度來說 當然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只不過 只不過這一次呢 這一次呢 是真的是 真的是把平民 就是給逼到角度了 就是就是徹底的 是吧 徹底的就是 把那些沒有犧牲精神的 給你淘汰掉了 讓你去玩 玩單機 玩單機 那麼其他的部件的話 就是除了 除了這些 比較常勁的一些部件之外 是吧 其他的 我的看法是 影響並不是那麼大了 啊 就其他的是吧 你就這麼說吧 你開公斤手機結 你也還是堆生命值啊 比較好 對吧 你你挖步兵去住房 也一樣是堆生命 堆防禦比較好吧 先堆防禦 也要堆生命值 因為最好不能破防 就是那裝備就是這個情況吧 感覺到這個深深的惡意啊 就是那種 深深的惡意 你能理解嗎 對平民的惡意 當然可能是我們的惡意的揣測哈 離譜離譜 以後這個紙裝怎麼辦呢 紙裝 紙裝 打野怪 然後 然後去 打I級之戰 我 嗯 OK 打K到K3 還是OK 你說這個 K2 轉區不方便了 不好轉區了 等一等就好是吧 你削威 你稍微等一等 只要你等得夠久 啊那些 那排隊 排隊怕什麼 排隊總有一天排完 排完的時候 你這個你可能多排兩段 就輪到你了 是不是 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 多排兩段就沒人排隊了嗎 哦他們他們都氣坑了 你只要不氣坑 你可以以後還是可以繼續打K2 可以繼續欺負新玩家 實際上說名額不太多吧 是吧 但是 這個聖者為王 聖者為王 就是 裝別險 你當然可以不搭理他著 根本就不參加啊 學險 根本就不覺醒 你紙裝 紙裝也行 你只需要等待與忍耐啊 你就可以 比如說在兩周臨慶 是吧 在金零零底的話 這麼說吧 到金零零底 應該是想轉K2 就轉K2 因為 因為沒有那麼多人 更去競爭名額了 嗯 能理解吧 好 這個我們就 就 這杯子呢 已經出來了 將近一個月了 就是從 吹消息是吧 那麼 直到今天 才開始了這個第一波 備戰K2的可以贏的區 當然了 目前還沒有開啟 我們看一下 三百六十區的話 是 移民上限是六千五百萬 你上帳號是吧 不讓移民 就是很多限制 你想去的區 如果你買人 帳號的戰力太高了 你過不去 你需要找國王 找國王 就是你需要找國王知道吧 給人整理名額是吧 可以理解吧 要麼答應別人的條件 要麼關係比較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你移民過去了 你搗亂怎麼辦 是吧 或者說 那幾個名額 都是他們區你的自己的 玩家是吧 就超過這些五百萬的 超過這些五百萬的 賬號 國王那幾個名額 全給自己區的 去腦區 買一站 買兩個億的 回來當車頭 你能理解吧 然後普通玩家去K2的話 6500萬以下 當然每個區不一樣 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區這樣的 同賽季 無所謂了 359 6500萬 同賽季 無限制 這個但是無所謂 是吧 因為同賽季的話 也沒太高戰力的玩家 在這個時間差的話是吧 就是開服的時間差 也沒太高的玩家 也是6500萬 這邊是雙6500萬限制 設置好了 就不能變了 對吧 到點了 30個號過去 這個是無限制 有個區是無限制 但是對同賽季限制 3500萬 這個有點離譜 這個事挺離譜的 很有意思是吧 同賽季不能去這個 這個是同賽季 2500萬 跨賽季 5500萬 這個限制很厲害呀 所以很多人 戰力過高的話 你如果戰力過高的賬號 已經不能去K2了 因為人家沒給你名額 除非 你拿國王的名額 是給自己去準備的 不是給 隨便過來的人準備的 對吧 所以這5500萬 限制 你這首次的限制 都是很能做的 6500萬 2500萬 這個限制也很厲害呀 這邊是 雙5限制 但是只有30個名額 所以每個區呢 其實就不一樣了 是吧 就是高層玩家 可能去競爭這些無限制的 一戰 七八千萬 兩個億的是吧 去競爭一下 你買了百萬號 用特殊名額吧 別跟359說超戰力 359 哦 那個戰力的話 那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 那個 就是國王有名額嘛 是不是 國王幾個名額 給自己去用嘛 給自己去買 買號補號嘛 是不是 你要說 當然他他他賣也行 他賣出去也行 是不是 銀行一個名額多少錢 也可以啊 所以說 這個改動的話 就挺超淡的 改動 然後這邊的話 6500萬 無限制 所以 真正的移民的玩家 其實 說是每個區 30個名額 那 利用了並不那麼充分 你都能看得到 大多數是 6500萬 以下 你可以隨便移民 不說 選擇更多一些 6700萬以上的 移民 就並不好移民 就是 更別說 還要去競爭這個 崗位 是吧 搶名額 到時候 你看吧 倒極實際結束 搶名額 就明天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 到底幾分鐘就滿了 幾分鐘就沒了 是吧 名額就沒了 這個確實 確實有點 有點牛逼啊 不過 不用擔心是吧 玩家不用擔心 你只需要 等待與忍耐 到臨底的時候 你就暢通無阻了 沒人跟你搶名額了 到臨底 到明年零出是吧 絕對沒人跟你搶名額了 放心吧 就現在稍微緊張一點 所以說 賬號呢 你可以 你要說不想玩了 往那一放 到時候來個回歸禮包 回歸獎勵是吧 反正K2就那樣子了 K2 你沒什麼新英雄 K2沒什麼新東西 是吧 裝不覺醒 對K2的影響也不大 博物館估計 對K2 沒關係對吧 到時候可以繼續玩K2 K2還是 K2才是 普通玩家 永遠的家 是不是 準備吧 準備吧 那賬號的話呢 這段時間 不能轉賬號 就 可能就不那麼 肯定要掉價 掉價 不一定吧 畢竟這麼一季 跟K2也確實不一樣 對賬號的要求是吧 K2 有專屬就行 六專屬 V17 V17 就可以了 很好了 六專屬V17 其實很好了 你這麼來季的話 那肯定不行 看陰形 是吧 看陰形 看皮膚 看這段高 這個是移民的第一次開啟 我們回頭看一下吧 到底 有多少人搶 到底多長時間就沒了 就跟京東搶琴卡 去年搶PS5一樣 是吧 知道這個厲害了 如果沒人搶的話 如果這個名額很容易搶到 就說這次了 如果假設很容易搶到 那他媽都沒人 都沒人去了 這不就屬於玩獨子了嗎 應該不會 這是B站的一個粉絲 區表新 目前他只有 他只有一千萬的站立 是吧 其中科技只有330萬 進駐只有490萬 屬於表新的區了 多對120萬 那麼玩多少天呢 看一下 40斤的時間 408區 這個實力還是不錯的 40斤一千萬 那80斤不得兩千萬了 是不是 那一百天呢 一百天的話 就得 兩千五百萬是吧 所以這個號呢 就是說他的實力的話 可以說是 這個核心玩家了 可以算是 如果後續能跟得上的話 目前沒有寶石的 這6600的寶石 寶石很少 看到背包啊 背包的寶石也不多 加數的話幾乎沒有了 你看到什麼幾乎沒有 那麼寶石的其他東西呢 你看一下 比如說基金 基金已經名取差不多了 只差25級的 這邊的話買了月卡 沒有買週卡 商城的話 雙倍已經買了不少了 哇 這寶石怎麼花了這麼快啊 玩了40天左右的話 就算是買加數 應該這個寶石也花不出去啊 就正常的買加數是吧 就是 把商店加數買了 神秘商店 web商店 加數去買了 這寶石也沒那麼快啊 花的 是不是抽英雄呢 我們看一看 沒有買每個禮包 王子嘉敏 買了328塊錢的 準備買了 英雄最快的話 目前有圓銀金2個5 曹操沒有覺醒3個5 3個5的話 性價比確實不錯 挺好的 17級呢 也還行 法貝利就醒了 看理查就知道了 理查應該是出了吧 出了啊 理查4211 啊421 理查也抽了的啊 理查花了不少寶石 寶石全部抽理查一盒子 50個理查頭的話 這起碼 7萬寶石都不夠吧 抽7萬寶石 抽不到50個理查頭嗎 花了有點多了 那麼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如果還是按照 之前那個節奏去升級的話 這很明顯 科技的壓力表大 之前330萬 升得不錯 是不是 你翻一倍 660萬 670萬 翻1.5倍 是不是到了這個七八百萬 那七八百萬的話 玩奇兵 毫無問題 玩奇兵那個科技 已經點的很高了 你點的就是說 科技並不是你的負擔了 是吧 甚至你的優勢了 但是如今的話呢 就是說 就尷尬了 889 這邊點的也不特 不特別多 只有44啊 其他沒有點開 可以把它點開是吧 全點1 全點開了 把後面可以點一點 以平鋪的方式去鋪吧 為什麼要平鋪呢 因為你現在去點的話 這個需要時間特別長 不合適 可以等一等 就是說這個大科技 可以等到 等到後面 工科技起來之後 再去點是吧 這邊畢竟 才等級2 這個還挺少的 這才1%呢 等到8% 11%的時候 再去點 要快很多 可以稍微等一下 加速要攢起來 一千萬加率 現在絕對不低了 排行榜對吧 不是很低 你可以控制控制 就加速可以攢一攢吧 可以控制一下 控制多少呢 控制到四五十米 就是800多萬 這個是很好的是吧 這800多萬被淘汰了嗎 肯定是沒有被淘汰的 800萬是不是 挺好的800萬 你大概其實控制到五十米 就很好 就是能盡量攢加速 一定要盡量攢著 對吧 這樣的話 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這些腳步啊 這個區域實力很強 這個區域實力 40天 40天的話 800萬加率呢 也也也也也並不低了 是吧 這並不低啊 因為你你80天 一千六百萬了 100天的話 就要兩千萬加率了 這不是很低 而且很多人 估計也攢加速了 並不是所有人 都把它加速成了 成使用了是吧 成了爆出來了 並不是 剛剛那個 理查的話 抽了一百下 抽了七萬寶石 要是七萬寶石 要是七萬寶石 兩千萬多 十分之中 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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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如果要继续课金的话 刚刚说了是吧 这边就继续来个材料 可以课一个月的 然后你要说科技高领就把这个也课了 这个其实挺不错的 好 我再继续来个材料 你不过去的 也不能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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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